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论经我是老潘 今天我们不说价格可能价格会说一些 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首先我们就从这个Pancake Bunny开始讲 Pancake Bunny在今年这个牛市的最火热的时候 就是山寨币最火热的时候达到过500多美元 550美元基本上是吧 它是从4块多一直冲到了400多是吧 这可以是涨了100倍 然后呢在这个5月19号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黑客事件 它的那个一个池子被黑了 然后呢黑客盗走了大量的Bani在这个市场上销售 然后导致它的价格一度掉到1美元是吧 然后呢它的团队可能是出动资金把它给买了一些回来 然后呢造成了一个反弹 之后呢它的那个币价就一路的在这个地方 注底是吧 啊现在一般是在14块钱到19块钱左右运动 然后类似的是吧 类似的这个XVS这个呢也是一样是吧 它是高点呢是从上到了大概130多块钱啊 可能到150块钱是吧 然后呢 啊也是出现了一个黑客的事件把它给黑了平台被黑了 黑了之后它的价格呢就一路掉到现在这个位置是吧 大概十多块钱的位置 啊 类似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 BurgerSwap还有等等一些很多在那个BSC上的这些平台 DeFi平台是吧 都被黑了 然后呢 就有一些朋友来问我是吧 是不是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凡是被黑过的这些币种呢 以后都没有前途了是吧 啊 然后呢 我现在就我们下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吧 看看这些年来被黑过的这个加密货币 首先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历史上是吧 从来不缺乏这个黑客的事件是吧 各大平台被黑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比方说 我们看一下这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吧 以太坊 他是2015年出生的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有个平台叫The Dow 是不是叫平是不是平台我也忘了 像是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协议是吧 应该是个平台 然后他是被攻击了 攻击了以后 他是利用这个以太坊当中的这个漏洞进行攻击的 攻击之后呢 大量的以太坊被盗走 当时是损失了大概5000万美元的以太坊是吧 2016年的以太坊价格大家可以想一想是吧 可能有几万枚以太坊 嗯 对应该是差不多是几万枚以太坊被盗走是吧 但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可以知道这个损失有多大是吧 这个这次攻击也是导致了这个当时这个以太坊团队出现了这个分歧是吧 对以太坊的这个协议出现了这个分歧 然后呢 有些人呢 直接导致了他这个以太坊的硬分叉 导致了以太坊经典的出生 是吧 当时以太坊 里面有一些人呢 是想要把这个以太坊的协议 更新他的协议 是吧 做成一个硬分叉 然后呢 一部分的人要继续做这个以太坊原始的协议 那些人呢 就成为了后 现在的以太坊经典的对那部分人是吧 就是一帝人 classic etc的那帮人 然后其他的一帮人呢 就是这个V神的那帮人是吧 V神那帮人继续去做这个 他们继续用了这个以太坊的名字 然后把这个协议给更新 一直到现在 这个eth一直在向这个以太坊2.0而努力是吧 要去做这个POS 从从以显卡挖矿 过度到质押挖矿 那现在以太坊2.0呢 还没有 上 还没有完全上线 是吧 只是出来一个先行的 基本上是一个先行的测试 但是从这次攻击呢 就是造成了这个以太坊的硬分叉 是吧 形成了两个加密货币 一个是以太坊 一个是以太坊经典 然后我们看Uniswap Uniswap在20年4月份的时候 他由于他有个ETC的这个777的这个 平常他们是用主要是用这个ERC20的这个加密货币 是吧 就是以太坊成ERC20 然后呢 他后来在19年时候引入了一个叫做ERC777 这个呢 他是跟那个ERC20是兼容的 但是呢 他们里面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当时这个黑客呢 就利用了这个ERC777跟ERC20之间的兼容性的一个漏洞 是吧 对他的这个Uniswap的IMBTC对ETH这个流动性池进行了攻击 当时一次损失了大概好像是几千万美元 然后Balancer是吧 这个我也在视频里面说过很多次 6月份的时候 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池子受到估击 损失了大概30万美元还是多少 不算太多 然后Sushi Sushi这个并不是一个黑客事件 而是他的那个Chef Nomi 就是他的创始人呢 创始人是在他的价格往上涨之后 抛售了大量的Sushi 导致他的价格暴跌90%左右 是吧 从十多块钱一直暴跌到几毛钱 这个也是所谓的RockPool是吧 就是那个创始人把资金抽走 就是所谓的RockPool 就是把毯子给拔掉了 是吧 RockPool 然后呢 造成的Sushi价格当时是快速的下跌 然后那个Compound也是他的那个代码出现的错误 是吧 然后他们把那个稳定币的价格呢 设置成了1块3 然后造成多少损失 我不清楚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是吧 然后KCS就是QooCoin 在去年11月份时候呢 也是被黑过 是吧 倒走了 几百万美元还是几千万 我忘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吧 但是QooCoin比较财大气粗 就是他的 他是热钱包 是吧 他分成了冷钱包跟热钱包 热钱包呢 被黑了 然后呢 他就拿他的热钱包里面的钱 去把那个钱给补上 然后把对于用户呢 进行赔偿 是吧 然后WIFY是在今年的2月份 是吧 他也受到了这个flash loan的这个attack 损失多少钱 我也具体不清楚 大家可以去插一下这个历史事件 是吧 然后Pancake Bunny就是刚才说的 5月份的时候 在5月19号的那一天 是吧 就是他的这个池子 就被攻击了 攻击了以后 倒走了大量的这个Pancake 倒走了大量的Bunny 是吧 然后导致他价格掉到了1美元 好 说这些历史呢 就是要大家知道 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币种 有没有被黑过 是吧 跟他之后是否能够持续繁荣下去 没有必然的联系 是吧 有一些确实是有一些 那个加密货币和平台呢 被黑了之后一蹶不振 你呢 再也没有恢复过 但是并不表示 所有的平台和币种都是这样 是吧 只要那个团队仍然存在 他们依然继续他们的开发 开发新的产品 是吧 这个加密货币依然是该涨还是会一样的涨 是吧 并没有太多的 对这个被没有被有没有被黑过 对他之后的成长并没有绝对的决定因素 是吧 在短期内来说 当然是对他的币价有比较大的影响 然后之后呢 就要看他团队还会不会继续开发他的研究新的产品 会不会继续进行新的科研 是吧 然后呢 来说一个这个 我们这方面的教训与机遇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大家尽量去少做这个流动性挖矿 特别是一对一些不出名的币种 比如说一个刚出来的币种 是吧 他的市值比较低的时候呢 他去跟另外一个配对 WBNB比较 BNB比较出名 是排行第三 加密货币上排名排行第三 然后他跟一个非常不出名的币种去做流动性挖矿 首先呢 你很容易遭受一个无偿损失 是吧 就是无偿损失 其实大家如果没有没有做过流动性挖矿的话 无偿损失所谓的无偿损失呢 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币种中的一个是吧 突然间暴跌 暴跌之后呢 就造成了另外一个 他的数量会被拉下来 是吧 这个的价值拉低之后 因为他是50%对50%的 所以这个价格掉下来之后 这边的价值也会相应的降低 是吧 然后呢 降低之后 比如说本来里面有10个BNB的 由于这边 降低了50% 那你这边的WBNB 你手上的这个LP token 是吧 也会相应的价值降低50% 导致的那个WBNB的数量呢 在你IPLP当中的数量就会大量减少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偿损失 如果是你是单币挖矿的话 是吧 单币挖矿的话呢 就是你手上拿那个币种价格大量下跌 比如说你是用WBNB去挖矿的 是吧 然后你买的时候呢 WBNB的价格是600美元 你买了之后拿它去挖矿 然后在WBNB的价格下降了50% 是吧 然后你手中的这个价值呢 就减少了 是吧 但它数量并没有减少 但它的价值减少 是吧 这是所谓的无偿损失 就是你用去做这种挖矿的时候呢 特别容易出现无偿损失 所以说我是特别的不鼓励大家去做 两个不同的币种的这个挖矿 是吧 比较无偿损失比较小的挖矿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是吧 我介绍过几种无偿损失比较小的挖矿 一种呢 是用 呃 左边是用一个比如说USDT 右边的是USDC 都是这个稳定币 两个稳定币去挖矿 你的无偿损失呢 就非常的小 是吧 或者是左边是一种BTC 右边是另外一种BTC 是吧 他们的比如说一边是WBTC 另外一边是人BTC 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无偿损失也会是非常的少 呃 但是呀这种挖矿就是比较危险的 是吧 首先无偿损失非常大 然后呢 有些黑客会盯上这种矿池 是吧 然后呢 对他进行 对他代码的那个漏洞进行攻击 然后去把里面的钱给弄走 是吧 呃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教训 是吧 大家尽量少做这种流动性挖矿 呃 最近出来的这个 O3O3呢 也是有一个矿池是左边是 呃 好像是B BT是BUSD 左边是BUSD 也是个稳定币 右边呢 是O3 这种矿池呢 我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做 是吧 因为它也是类似的一矿池 左边的价格很稳定 右边呢 价格非常的不稳定 如果O3暴跌 是吧 那你就会导致你左边这个的数 价格也会 价格不变 但是它的那个数量会变少 是吧 以他以这种形式去维持 它的这个 呃 左边50% 右边50%的这个价值 是吧 所以说你本来这个O3价格 白安降低50% 那你本来放下去100美元呢 就会降变成50美元 这是这是第一个 是吧 少做这种 不稳定的两个币种的这种流动性挖矿 然后第二个呢 尽量在知名的DeFi平台做这个单币挖矿 是吧 这是我比较推崇的挖矿方式 比如说你去那个PancakeSwap 做单币挖矿 就是拿那个Pancake这个币种 去挖挖矿是吧 它上面的挖矿呢 基本上能达到50%的这个年收益率是吧 然后呢 它也不容易被黑 用单币挖矿是不容易被黑 而且它的无偿损失 无偿损失呢 如果你是非常看好这个DeFi币种 看好这个Cake是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拿去挖矿 然后你还不怕它会出现这个大幅度的暴跌是吧 因为在暴跌之后 等以后牛市的时候 它照样还会再起来是吧 就是这种 因为这个PancakeSwap这个平台呢 它是BSC上的 No.1 基本上就是No.1 是吧 它这个平台即使说的不好听 即使它被黑了 是吧 它有财力给你做补偿 就是它能够 你亏了是吧 它由于你被黑了 然后呢 它会给你做补偿 它会给你补偿 能否补偿100% 不知道是吧 但是一般来说呢 它能够给你补偿比较多 是吧 所以说大家尽量在知名的这个DeFi平台上做这个单币挖矿 是吧 然后第三个 逢低买入 是吧 这是我们的机遇 就是一个平台 如果他们背后有强大的这个团队 是吧 然后呢 他们被黑了 比如说像之前的以太坊 以太坊被黑了 然后价格暴跌 百分之当时也是把价格 百分之四十是吧 很快就被人买起来的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即他现在被黑 导致价格的降低呢 实际上是你买入的超级机会是吧 因为之后 他以 呃 由于他的团队还在是吧 他团队的实力很高 很厉害是吧 那帮人 他们之后呢 一定能够起来 所以当时以太坊价格是 好像是从150美元半掉到130美元 类似的类似这种情况是吧 或者从15美元掉成13美元之类的 是吧 他当时刚出来不久嘛 所以他价格并不算非常的高 是吧 但是如果你那时候逢低买入 是吧 你就赚了 因为你如果你拿到现在是吧 不知道赚了多少倍是吧 所以说呃 有些朋友看到那个PancakeSwap 就是那个班里呃 班里被黑了之后呢 掉到10多美元是吧 就惊叹觉得以后没有前途了是吧 并不是这样的 班里被班里他的团队呢 呃 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是吧 但是呢 似乎很牛逼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班里班里的团队 呃 是不是非常的牛逼 但是至少他推出的产品我非常喜欢是吧 他推出的产品呢 呃 即使在他被黑之后 他依然能保持在百分之百的年收益率是吧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呃 这个币种 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近期在不断的买入这个班里是吧 他被黑 他在400美元的时候呢 我是基本上不敢去买的是吧 呃 因为他从4美元涨到400美元是吧 那谁去买谁就是傻逼 基本上就是 呃 但是他被黑之后掉到1美元 那就是我们买入的机会是吧 当然1美元时候呢 基本上没多少人能买到是吧 他掉去一瞬间就被买起来 呃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们分批买入的机会是吧 我现在每天都在买这个 呃 我每天我做DeFiTry的这个利息是吧 有一部分我每天都拿着买这个呃 这个搬离 趁低买入是吧 买完以后马上就拿去做DeFiT是吧 因为他的这个年收益率是百分之一百 一百九十九 现在他这个是百分之两百是吧 基本上就是啊 所以我每天买到的搬离 我就直接放到他池子里面去了 呃 我认为这个搬离呢 只要他能够继续做开发新的产品是吧 呃 他的依然能够在以后的牛市里面依然能够继续往上涨是吧 甚至在 一到两个牛市之后 他甚至还能涨到比400美元更高的价格 所以呢 现在是我建仓的时候是吧 那个XVS也是类似XVS我也是比较看好的是吧 因为他在这个BSC上也是呃 比较有比较出名的平台 呃 所以呢 我也买了一些XVS呃 COOCOIN就更不用说了 COOCOIN被黑之后 呃 当时才1块多 他被黑了那段时间可能才1块多 然后呢 现在已经涨到10多块是吧 因为这个 他的团队还在 他的团队依然在开发新的产品 KCC就是他的供链 呃 刚开始上线是吧 已经开始有一些成这个项目在上面了是吧 也因为这个原因呢 KCS的价格在不断上涨是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黑客事件啊 所吓到是吧 我们所需要祈祷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平台上挖矿的时候呢 祈祷这个黑客呃出现的时候 你不要被黑是吧 我们只能祈祷这个事情 呃 如果你非常害怕 你就直接是不要去这个平台上挖矿是吧 像我呢 我就是呃 比较倾向于去把我的资金分散到各大的这个 DeFi平台上 一般是比较出名的平台是吧 去挖矿 然后呢 资金分散之后 一般来说你被黑呢 也只是被黑一部分是吧 呃 但如果你非常害怕这个黑客 那你就干脆就不要去做这个挖矿是吧 你可以去做显卡挖矿 或者是做别的一些什么呃 云挖矿之类的是吧 呃 做这种DeFi挖矿呢 确实有被黑的这个风险是吧 所以我一般来说 跟大家说这个DeFi挖矿时候呢 要呃 做好风险的控制是吧 不要把你全副身家放到一个平台上去挖矿是吧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事情 呃 比如说你一个平台上币放几千美元 这个平常放几千 那个平台放几千 这种是比较合理的是吧 呃 然后 逢低买入是吧 大家如果看到一些比较出名的这个币被黑了之后暴跌是吧 我们就要逢低去买入 像班里这种我就喜欢去买入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一个币种 呃 呃 我为什么说这个币种被黑之后对跟他之后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平台被黑过之后呢 一般来说他的团队都会对这个漏洞进行修补是吧 修补之后呢 呃 一般来说他的安全性就会大大的提高 呃 这也是为什么一般来说一个平台被黑之后 他不会在短时间内再次被黑是吧 而且这些被黑的事件呢实际上都是一些呃对这个一个币种的成长非常的有用是吧 呃为什么呢 比如说像以太坊当时被黑之后呢就形成了两个这个呃币种是吧呃 形成一个以太坊经典跟现在的以太坊是吧 然后 他们被黑之后呢 这些他们的协议以及他们的那些代码都会被重新的进行修改是吧 然后形成更加安全的这个呃 协议和这个代码 呃 基本上所有的平台都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说被黑的事件实际上在短时间内呢对他们虽然非常的不好对币价非常的不好 是吧 但是在长远来说对一个币种的发展是吧 极其的有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是吧 呃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这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币被黑掉呢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是吧 呃如果以太坊 2.0什么之类的出来被黑了之后呢 如果他不出来被黑了那我还是要继续买的是吧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他以后呢一堆会更加繁荣是吧 这是我们买入的机会 呃 要看看还要说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些是吧 就是大大体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defi的这个被黑的事件 还有这些defi的币种呢 他们是否被黑 跟他们之后的价格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吧 呃我们只需要 祈祷 被黑的时候呢 你不要被黑就行了是吧 好 那这个特别的 呃视频呢 我们就先做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然后想加入我们这个电报群的朋友 可以加我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 啊 好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就在下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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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